心扶口福,杜兰特43分打扶詹姆斯,詹皇用这样一句最高褒奖在每KDNDA总决赛G3终于开战,勇士队110比102战胜了骑士队,大比分3比0领先了,本场比赛,杜兰特和詹姆斯这两大巨星,展开了疯狂的标分模式,詹姆斯拿下33分的三双已经足够优秀了, 可是杜兰特居然砍下了43分,简直是神勇无敌了,在赛后接受采访时,詹姆斯也对杜兰特的表现心服口服,詹姆斯说,显然,杜兰特是我所有交手过的球员里最好的一个,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,去年那个三分球他投的就够远的了,今年这个球他投的更厉害,比去年的还远了一米多,面对勇士,你不能有丝毫的放松, 只要你稍有放松,他立即就会让你付出代价,但是詹姆斯拒绝投降,面对0比3的绝境,詹姆斯表示,自己仍然有在战之力, 他说,今天我们原本有取胜的机会,现在我们就只剩下周六了,我们已经基本上没有再犯错的空间了,我们不能再犯任何的错误了,对手不会把胜利送给我们,我们要自己拼命去抢, 在NBA72年历史上,季后赛中一共出现过131次0比3落后的情况,结果落后的一方最终取得的结果是0胜131负,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,能够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生还, 这也就是说,目前其实对赢球的可能性,已经和0%没有任何的区别,了,在这种情况下,詹姆斯所能做的,也就只有带领球队被水一战了, 对此,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,也只有你能逼出这样的杜兰特,不管是谁的球迷都应该好好珍惜, 詹姆斯在球场上的日子,永远支持你,老詹,下个赛季你在哪里,我就是哪里的球迷,绝不食言,无论输赢,你都是我们詹姆心中的FMVP。